彩票 是全球很多国家都在玩的一种大众游戏 各种彩票的销售额有大也有小 每期的销售额从几亿元到几千万元也不等 如果按一期销售三亿元 每住两元来计算 一期的销售住数可达1500万住 按照6加1两位数的数字组合算 平均每组号码都会背头10住 然而彩票每组号码的投注不会是平均数 彩票每组号码的投注都会有偏差 也就是彩民所说的冷热号码 所以冷热号在彩票上是必然存在的一个现象 这样每组彩票号码的投注数也会千奇百怪 每组数字的投注数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平均数 这也符合数学组合与概率理论 然而现实中彩票每期大奖的获奖注数 都是一个小数字 却从未出现过大数字 这一点就完全不符合数学概率论 那么彩票每期大奖 为什么获奖注数不会出现大数字呢 看了这个视频你就会明白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彩票机和彩球是不能随便 岳主任 今天我们是带着搜查证过来的 嗯 嗯 这是一台极其复杂 也极其特殊的遥控装置 它是通过一台多点循迹系统遥控器 向安置在每个彩球里的单点接收微型芯片 分别发送指令 使其每个受控彩球 能够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 按照自己的轨迹行进 得出预先安排好的数值 最终到达指定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